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有效运用资源等目标 透过协议或契约的合作模式 但你知道现在偏乡学校也有策略联盟了吗 由于未处偏乡 往往会遇到资源匮乏的状况 台中市政府首创偏乡小学策略联盟 联合临近偏乡学校以共聘专长师资 整合各校资源 如此一来不但可以有效招聘人员师资 同时也更能留任专长老师 让资源纵向横向发展运用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执行精进国民中小学 教师教学专业与课程品质整体计划多年 沙禄区各国民小学是全市第一个跨校合作 更是从区本课程发展策略联盟 其实每个校都在发展自己的特色课程 也就是所谓的校本课程 那我们沙禄区去所国小 我们就一直想要做连线服务的工作 再加上陆丰国小本来就是台中市的核心学校 所谓的前岛学校里面的最核心的学校 那我们除了编自己的课程之外 我们还希望真正能够跟其他的学校连线 所以呢就在教育局的协助之下 我们就成立了沙禄区的有关于这个课纲的联盟 透过我们是前岛学校的核心学校 来召集我们沙禄区的这些其他的国小 那么在各校的校长的支持之下 我们就先以自己的学校的在地化的特色课程为主 比如说有的学校用绘本来画出 他难适惜的探索 把这些特色然后透过我们交换分享 然后我们再请老师来指导 我们大概就会有定期的每一个学年 每个学期都会有定期的在一起开会的时间 分享的时间 还有我们会请教授来指导的时间 各个学校都想要说不是只有闷着头做 而是可以跨域的合作 那一旦你做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有那个成就感 然后也会从做中学习 我想就是这样培养了彼此的默契 一步一步形成了革命情感 配合我们学校的愿景 还有我们在地学校的特色师生的需求 还有我们的条件 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特色课程中最需要注意的 那我们学校的大系统是以学校的愿景为主 四个愿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以自己的那个算是一个成就 譬如说阅读我们已经推展多年 然后老师也非常的熟人 还有资讯 以及大家从每一帮的校长 都非常重视的自然颜色 对啊 好 现在停 我要让你们听 我们猜猜看水在哪里 安静 耳饼安静 用耳朵听 你有没有听到水声 没有 没有 水声有没有听到 有 好 找水声的水声的来源 我没有让你捡 水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 我都已经找到了 老师你一直在让你捡东西 不要点东西 好 来 这里 哇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 这这里有人吗 有益 有啊 很多 一个水池 对不对 阿伯 你拿出来要做什么 要做啊 要做哦 你拿出来要做什么 有啊 泡杰啦 泡杰啦 吃饭都没帅 哦 泡杰 吃饭 这个 你等一下呢 每一个都在这里 像老师一样 好 等一下呢 阿嬷洗完衣服以后 我们再来 洗我们的小毛巾 有没有感觉这个水很强 有啊 好 那这样可以的 很强啊 那个水中自己 嗯 有没有别人家的脸红手还要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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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毛巾沾 但是我们要像那个 阿嬷一样 旁边的孩子不要太强 老师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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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他这两只 不要抠 对 老师一样 老师 两只手 老师一洗干净 好 洗干净 好 洗干净 陆丰国小里面的自然涌出泉 是比自然水水值还要好不到多少倍 包括我的父亲 还有在地的所有的老一辈 都会到我们这个自然涌出泉 来拿水回去泡茶喝 您就可以知道说 到现在这个时代 还有这样子的涌出泉 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 这是从何而来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信念 去保护我们的环境 将来你 或者是现在你可以做些什么 将来你还要做什么 影响什么样的人 让我们这个美好的源泉 继续泉泳相保 这是我说以泳泉为例子 那它也是我们敖峰山 接着清水而来的敖峰山 还有这个鲤鱼山的特色 那接下来 这个鲤鱼山它是一条鱼 这个鱼的尾巴 刚好就是 产出非常肥沃的土地 那这一块堆积的这个平原 它就是成衣商圈的最早的雏形 那很多人就在这里开始一家一家 一摊一摊的那个成衣店 是形成一个商圈 这不是仅仅属于陆丰国小的故事 或者是竹林国小的故事 它是整个这个大陆寮地区的故事 那以这样子的成衣 其实可以发展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课程 那我们也因此编了课本 还有让学生做了很多相配合的老师的设计等等 因此就相当有特色跟有趣 那像这样子的时候结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种很有意思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参与的体验课程 那这个体验课程它最重要的是 它是有逻辑的 是有系统的 是在地发展出来的 所以这是值得跟大家分享 以及很骄傲呈现的一个课程 非常希望大家实际来走访体验一次 然后也很愿意有一个平台 可以分享跟把它公布出来 这就是我们从一个人的信念开始 然后为地方 为杀戮 为自己的教育 然后能够进出自己的穷途之恶的这种喜悦 自105学年度起 由陆丰国校召集区内其他联盟国校 以各自学校特色为基础 整合校内师资与社区资源 透过定期的参与 共享 研讨 以杀戮区的自然环境 航空科技 乘医商圈及阅读教育为课程主轴 开创齐头式的课程联盟 由陆与社区的用程 文光國小的校本課程 在這個藍世西已經經營了很多年 因為這個藍世西是位在我們文光國小的學區 那藍世西它本身的一個人文歷史 以及這個自然生態都是非常的豐富 因為現在的孩子 其實他們比較生活在這個都市裡面 鮮少有機會可以直接跟這個 自然的一個生態環境 能夠做一個接觸 我們文光國小有一位退休的主任 劉漢偉主任 他在這個部分是生態專家 他之前在文光國小服務的時候 他就帶領著前校的士生 進行這個藍世西的一個生態的一個調查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 我們其實累積了相當多的這個教學資源 那學校的老師在每學期當中 會安排一些時間 就帶領小朋友從學校出發 來到藍世西這邊 來做一個戶外教育 那小朋友也藉由這樣子一個清水的一個過程 他可以了解這個地方的一些文化 我們今天來到的地點是什麼 景光平海 是哪一條溪流 南紫溪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下去 南紫溪去觀察我們這個溪流裡面的生態 今天早上主任不是有跟你們介紹 會本裡面有一些生物嗎 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找找看 我們帶各位小朋友從上面走下來 從最上面的髒水走到這裡變乾淨 再走到潭子前 水總變得更乾淨了 代表什麼 水會怎麼樣 他如果是死水 他會變乾淨嗎 不會 不會 他有沒有在做 他在流動 流動的話就有什麼 過濾的作用 或是講自清作用 講一遍 自清作用 過濾的水 會把水中的雜質 從上游種的 就是水中的懸浮粒子 比較重的先怎麼樣 沈下去 越到下游 它就沉得越多 越沉越多 到了下游的時候 水就變 變比較乾淨 不能說完全乾淨 除了這個以外 除了要有流動以外 還很重要 你現在把腳輕輕的放在嘴裡 你現在把腳輕輕的放在嘴裡 所以你不喜歡被打擾 小朋友 跟小魚 其他的生物也不喜歡被打擾 你們用眼睛張開來去觀察 剛剛老師看到水裡面很多的蝦子 螺 我們早上看過 我們早上看過書上的螺 對不對 其實剛剛校長的老師在旁邊 有一隻蜻蜓正在殘暖 而且他都不怕人喔 他在旁邊一直點水 一直點水 在殘暖 待會你們上來的時候 把腳擦乾淨 這樣記得 腳休息一下 晾乾 然後隔著 站在岸邊 再往水裡頭看 或許你可以看到你剛剛沒看到的東西 像蘭世西這邊有一個 特別有特色的地方就是 有很多的在地的一些婦女 他們會到這裡來洗衣服 在現在這樣的一個社會 大家也很少說會到這個河川或溪流 去洗涤一些衣物 但是這邊還保有這樣子的一個特色 這個是非常難得 那小朋友到這樣子的一個生態的一個區域 他除了了解這些地方的一些文化 那他也可以了解更多的這個自然的一個生態 那蘭世西他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除了這個下雨的這個溪流 雨水以外 其實他是一個天然的一個湧泉 所以蘭世西他這邊的水量是中連充沛 不會因為說乾旱而斷水 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現象 所以也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充沛的吸水 讓這個生態發展非常的一個完整 再加上蘭世西這邊的一個污染 他是比較少 所以這邊在這個溪流的一個生態裡面 有河蝦 河蟹還有很多的魚類 再加上很多的這個昆蟲集水生植物 我們學校也在這個過程發展出這個一個 這個校定課程就是蘭世西的一個流域 那這本書就是阿匡西游記 他是藉由這個一個黑匡殘儲 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來介紹我們整個這個蘭世西的一個 從上游中游下游的一個自然生態 那裡面的內容相當豐富 而且也是由學校的老師帶領學生 一起來著作來彩繪這些內容 所以很值得分享給我們所有 對於蘭世西這個流域的一個生態 或者是人文歷史有興趣的朋友 那蘭世西這樣子的一個校定課程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孩子很好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資源 那在策略聯盟這個部分 我們有幾所學校 大家是在這個本位課程的部分 我們三所學校 就在地的一個特色 那各自發展出自己的一個校定課程 我想藉由跟其他學校的一個互動交流 我們可以了解這個 各個學校所在的區域的一個地方產業 在地的一些特色 那這個透過交流 其實我們的小朋友 他們也可以互相的一起來學習 不會侷限在說自己生長的一個區域 反而視野可以放大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 譬如說陸峰國小的這個成衣商圈 那這個部分對於我們文光國小的學統而言 可能比較陌生 那他們經由我們兩校的這樣子的一個交流 他們也可以知道那邊成衣商圈的一個發展歷史 那像公民國小 那邊就是以這個飛行教育為發展的一個特色 那所以兩校經由這個策略聯盟 文光國小的小朋友也可以多認識一下 清泉崗那邊的一個航空產業 還有一些航空發展史 我想這個對孩子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教育的一個素材 那我們也希望說經由在地的一個課程特色的一個發展 讓這個課程能夠更加的活化 更加的這個精緻 然後再分享 以其他學校來做一個交流 這是我們策略聯盟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這間教育會放學校來做一個十字獲得 我們會忘記著等於快樂的一切 都沒有改造所以說明多種東西 因為我們本身的一個環境的優勢 就是可以看到民用的台中國際機場 我們經用的遠東最大的一個 在以前夜戰的時候 美國發展出來的夜戰最大的一個清潛崗基地 以及我們的生產機器的我們的漢翔都在附近 就是因為這樣一個環境 所以小朋友從小到大 在日常生活中就能看到一架架鐵鳥 一架架飛行的物體就是飛機 然後航道就在這邊 所以發展出飛行教育 就是變成我們學校的一個在地特色 這架是IDF 就是我們國產的第一架經過號戰機 這一架是雙引擎的噴射戰鬥機 它的特色就是它應該算是現代的飛機當中屬於電船操作的一個飛機 那現代的戰鬥機它只要偵測到任何的一個動力的轉變的時候 它可以透過電腦去做操作 這個是現代飛機的一個主要特色 這是我參加飛機模型的原因 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做模型這件事 參加完飛機模型之後 我才發現做模型不只要有很大的耐心 還要有精巧的手藝 在製作飛機模型的過程當中 我有遇到很多困難 例如說很小的零件組裝不上去 或者是掉落到地上 遇到這種困難 我都會請求老師或同學的幫忙 來完成這架米格21戰鬥機 在製作的地上 讓我兒子用來做一些零件組裝不上去 我覺得這架米格21戰鬥機 要是在製作中招待的東西 在製作中招待的東西 在製作中招待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複製作用 我都會提供機 在製作中招待的東西 在製作中招待的東西 我都會有機會 在製作中招待的東西 在製作中招待的東西 我們撒路區本身不管是在海線或是大渡山上 本身在地園方面都是蠻結合在一起的 早期都是以清泉岡那邊的一個基地 配合美金基地的一個開拓 然後移民移到這邊來簽註 然後跟陸峰國小跟文光國小 那本身不管是他們的一個在地的特色 那我覺得說他們課程的一個結合 不管是戶外的實際的一個體驗 或是說成衣的我們看到各種服裝各種成品 我們的小朋友除了飛行教育之外 我們可以到其他學校來觀摩了解 讓我們了解到哪些課程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修正可以再改進 我們就可以來充實我們本身的飛行教育的一個課程 那可以拓展他的一個整個一個對課程的一個事業 所以一定可以相符相成 各位來賓 各位師長 大家好 歡迎參觀清泉岡的潛世今生 但為什麼我們學校會辦這種展覽呢 因為這裡的社區和我們學校跟清泉岡機場的歷史息息相關 因為我們學校的特色課程的主題就是飛行 那我們高年級的主題是清泉岡的潛世今生 那清泉岡是我們都知道它是我們國內最大的軍用機場 那我們學校跟社區的發展跟歷史其實跟清泉岡機場息息相關 更重要的是我們附近有台中航空站還有漢翔公司都在這裡 那我們有很多的家長他們工作都在機場這邊 那甚至有些爸爸是飛官也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呈現跟小朋友從小到大 他在操場上升旗抬頭看 他可以看到飛機 他可能不認識 那我們就透過坐飛機 讓他去對飛機有更多的了解 我們為了解 可以看到 紋 OK 再到 yaş了 太腿耍 再到不算 我觉得飞行教育的话 在台湾来讲 我们学校算是整个课程最扎实 一到三年级都是基本上 以生活科技为主 比较简单 以操作课程为主 四五年级在带进去飞行的昆虫 五年级在带进鸟猎的观察 那六年级带进去历史跟人文 整个课程是非常的扎实 这种教育会比较属于长期记忆 众生会获益蛮多的 那我觉得说我们这边的主任跟老师 非常用心 而且投入这么多年来 那不断地透过我们的一个学习设计 那不断地修正 不断地研讨 才能够目前用到这么好的一个课程 我记得说可以让其他学校来观摩 知道说飞行教育 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 可以用得这么扎实 而且这么有趣 小朋友他们都玩起来都非常高兴 因为本身飞行的东西 对小朋友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东西 所以我建议飞行教育 很适合在国家的推广 两个月 一番接种 是我们的生活 然后我们看 对小朋友 Actually 这些适合 其实最后 是我们血压的 有筋量的 也许 学生的学习 我想师肢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学校可能因为他的位置 稍微偏了一点 或者是他的班级的规模 没有那么大 比较小校 小校有时候受限于老师的专长 比方说他的艺能科的专长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完备 或者是没有那么样的精熟 因此我们希望透过策略联盟 这种跨校的合作 让老师之间他也可以交流 假校老师的强项 他可以帮助到乙校或者是丙校 乙校可能也有老师 他在某一方面的专长 他可以来帮助假校 或者是丙校 所以我们在117年度 我们有19个学校就组成这样的一个联盟 相互来彼此的资源 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的平台跟资源 老师的这种贡聘 其实主要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机制 他的专长可以有更多发挥的机会 可以帮助更多的学生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在117年度 这个学年度我们就核定了 50名国小有共聘英语巡回师资 就像是我所讲的 我们非常强调 学生的学习 不要因为所在地 经济能力 社经背景 有差异 然后造成他有所谓的 城乡差距的情况 我们尽量能够来缩短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 师资贡聘 或者是策略联盟 让有更多的老师 可以来协助 可以来帮助我们更多的孩子 随着全球小子化的现象 许多学校面临的是招生不足 教师没有学生 学生找不到学校上课的尴尬状况 所幸台中市政府 很早就注意到偏乡学校的弱势 协助整合成偏乡小学策略联盟 透过资源 资讯共享的方式 串联师资 不但活化学校 同时也让教学资源多元化 让学生可以有更多 更好的学习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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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